包装设计 简单的说就是把东西包好 在平面设计的世界里 包装设计 不光要把物件包得好 还要包得好看 包装设计包括三部分 材料 结构 外 外观 材料 原则上只要能包好 包装材料可以是任何东西 素质 材料 金属 陶瓷 东西 但在实际中 包装模 都是在实际 甚至是刺激 所以出于环保 我们 一般不用太耐用的材料 纸 就成为了 最重要的包装材料 纸的厚薄 终成用色来 纹量 例如一张复印纸 是80块左右 但是 当纸和厚的 可以用来做厚门子的纸板 正通过纸的厚度来纹量 比如 5毫米的卡板纸 越薄的纸 保护功能就越 越过 但是厚的纸 越太重 所以就产生了一种 专门用于包装的纸 瓦伦纸 也就是平时有所说的纸 瓦伦纸 瓦伦纸 由三部分组成 面纸 纸 成波浪型的新纸 和底纸 瓦伦纸 有四种合成方式 没有面纸的单线瓦伦 三层瓦伦 双层瓦伦 和三层瓦伦 为了方便使用 组成波浪 国际规定了五种基本的厚度 A坑 B坑 C坑 E坑 和最薄的S坑 仅仅这五种 还不能满足全部包装厚度需求 于是 结合以上五种厚度 所成四种不同层数的瓦伦纸 EB坑 B坑 BC坑 AB坑 和BC坑 以实际上瓦伦纸的规格 就是国际通用那九种规格 结构 包装需要确保物品或者商品 在它被释入之前不受损害 所以包装结构设计 是包装设计的核心动作 一张纸 通过巧妙的裁机和折体 就能变成形态各异的理体保护结构 实在是形态 但这个结构是怎样设计出来的呢? 对于 我们常用的包装材料 无论是卡质 化冷水 还是塑料 薄片 包装结构 最终需要的是一个能准确的 一程特定立体形态的 载开图 如果你有极强的理理空间想象力 和包装结构设计经验 你可能一下子能把这个载开图做好 没那么厉害也没问题 通过立体样板模型同样能做好 首先 你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立体空间观点 就是能把一个基本的立体方格 平均展开在这上面 然后把这个载开图剪出来 折成立体样板模式 对照你的想法和需求 直接在包装立体样板上 再把它修改 再把样板重新展开成平均图 再把得到的具体修改 再把它修改 再把样板重新展开成平均图 整理为最终的包装展开图 这个过程 可能需要去控好几次 只把画出的平坎展开图 能顺利的一次折成包装盒 外观 包装外观 主要是针对商品的包装外观 因为商品要达到商品 推广和销售的要求 所以好看的包装外观 还包含更明确的要求 体现商品百分之一 有利于在销售空中展示 便于消费者便于商品名称 有些名物特色 能去别于其他特别产品 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日 促进销售 如果把这些标注 具体呈现在一个包装上 你会看到有这些美容 点栏名称 商标 标准字体 敲图 产品说明 包括品质说明 使用说明 成分或者营养 还有调新版 公布名称 成立和从效效果 这些元素的组织 和方式清点万化 要达到理想的项目 就需要设计成独一花的 虽然常规的过程 经常是先决定材料 但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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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在设计外观时 发现结构需要做出调整 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而结构的改变 可能会导致 选用材料的变化 材料的更改 又回头影响结构的对子调整 这种相互影响 反复调整的过程 可能一直伴随着整个包装设计的过程 但也只有反复的调整 我们才能做出理想的包装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